我告诉你哦,以后家里要是有苹果了,别再直接吃了 把苹果放到锅里蒸一蒸,那作用可是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哦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珍爱小叔娘 说到这苹果呢,相信大家一点都并不陌生吧 苹果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属于最常识的一种水果之一 它的营养呢,价值非常的康复,非常的高 它呢,不仅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B,以及大量的营养元素 还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 所以说,经常多吃一些苹果,对我们的身体呢,好事真的是多到说不完 它不但营养比较丰富,而且吃起来呢,也就是非常香甜可可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呢,都会把苹果简单松洗一下之后呢 然后直接开始食用 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呢,家里要是有苹果了,别在直接拿起来吃啦 您可以试试这种方法,把苹果放到锅里蒸一蒸,出锅,大人小孩抢着吃 那么具体呢,到底有哪一些好处呢 如果您要是不知道,或者不新属的朋友们呢 那不妨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了解一下吧 虽然说苹果是我们生活中处于最常见的一种水果 富含丰富的营养元素还有维生素 吃起来呢,睡甜又可可 兼长天的一句愿意 那就是,一天一苹果,一生也离我 还有呢,这苹果呢,相信在每个家庭当中呢 不管是桌子上还是山桌上 一般呢,都会晃上这样几颗的苹果吧 虽然说苹果营养价值高,非常的丰富 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就是不喜欢吃苹果 因为他们呢,住始至终呢 都是认为苹果吃着是酸的 咬着非常的肺牙齿 所以导致有很多朋友呢,想吃又不敢吃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苹果的独特做法 把它放到锅里蒸一蒸 蔬果真的是太铁馋了 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也就不多说了 咱们就直接进入话题吧 当然,咱们所先需要准备的就是数量的这个苹果 苹果呢,咱们可以根据自己家人数去做准备 一般呢,平时我一个人像这样子给它蒸起来 一个人至少要吃两颗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人数去做准备 那么接着呢,咱们开始呢 再掏收一盆自来水 然后呢,再往这水中加入少洗的这个关键盐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简单把要新洗的苹果呢 先不给它放到这啊 把它放到这水里面来 尽情简单给它做个新洗 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是特别的纤细 因为呢,如今啊,苹果的表面呢 真的是每一颗都会打上一绳这种厚厚的果辣 还有一些我们热眼看不到的一些农药残留 所以呢,导致很多朋友在撕苹果的时候 都会直接把果皮给它敲掉 或者说啊,苹果撕的时候都是简单 用一些新水冲洗一下就开始吃了 其实呢,这种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 苹果呢,表面有一层果啦 还有以及一些我们热眼看不到的细菌 农药残留 想要给它处理掉非常的简单 咱们可以借助这些盐水呢 尽情去给它揉刷,清洗一下 或者把食盐倒在这苹果上 简单搓一搓 搓个五六七八九十下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轻松 把苹果表面的这些果辣脏东西 全部给它清洗的干干净净 其实呢,苹果的果皮呢 营养真的是炎炎要高于里面的苹果肉 所以说,咱们平时在吃苹果的时候 这果皮千万千万不要再给它敲掉啦 清洗干净的,10次以来 营养会更加的松足,更加的丰富 好了,最后咱们再用流动的合合水呢 简单,给它松洗干净就可以啦 不过视频都讲到这里了 其实呢,每一个视频呢,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小手量的视频呢 讲解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了用上您的宝贵花色的小手 帮小手量点上一个漂亮的小型 你知识一下哦 那么接着,咱们再把苹果呢 简单给它抱到摔板上 然后呢,从中间对一半给它切开 切开之后呢,咱们记住啊 接下来这一步一定要把里面的苹果壳 给它砌熟掉 砌熟的苹果壳呢 咱们也是非常简单 可以借住一个小铁勺 然后啊,勺子这苹果壳 中间慢慢给它咸砖一线 这样子呢,里面的果壳就能够 很轻声的被我们洗下来了 那么啊,咱们处理好之后呢 咱们再把苹果简单给它摆放 进一个小碗中或者小碟中 站着先不要动 那么下面呢,咱们再掏出一小把的枸杞 说到这枸杞呢,相信日常生活当中呢 也是很多朋友都经常都会使用到吧 像平时呢,不管是在炖排骨 或者啊,炖小母鸡的时候呢 咱们都会用到这枸杞 还有枸杞呢,咱们平时也和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用枸杞来泡茶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说的 枸杞呢,是一些老年人 咱们平时在泡茶的时候呢 建议多喝点这个枸杞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把枸杞呢,简单给它掏出一小把 这些不需要太多 一小捏就可以了 然后装入小碗中 便用薪水给它打湿 然后加点这面粉呢,进去去给它捉捉捉捉 因为这枸杞呢,表面有很多这种周轴 还有缝隙 特别容易啊,卡住一些灰绳以及杂质 加入面粉呢,大家也知道 它的吸附作用也是比较强的 所以啊,加入面粉吸给它捉捉 就能够很轻松把缝隙里面的一些杂质灰绳 全部给它吸附出来 最后再用流动的固形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好之后,转门啊,把这些枸杞呢 简单给它放到每个苹果里面 这枸杞不需要太多 即需要呢,两三颗左右就可以了 里面加入少洗的枸杞呢 同时还能够让里面的营养呢 显得更加的松足 最关键的是,还能吸到一个搭配盐质的作用 看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有食欲 然后呢,咱们再把盖子给它扣盖上 放到一个蒸冷上面 不过这苹果上面呢 咱们可以给它扣盖上一绳保鲜膜 然后呢,再用小沿线 给它抓两三个洞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上锅中的时候呢 可以防止表面上的一些锅盖上的水东西 掉落到苹果里面 那就会更加的影响口感 当呢,开始洗锅 先往锅中倒入数量的固碱水 然后开起大火,将锅中的水给它烧开 等水开之后,咱们再把蒸冷还有苹果 一同给它晃到锅中 然后呢,转中小火 慢慢的给它炖煮个15分钟 也就是18秒 等时间到了,咱们再把盖子打开来看一下 哇哇哇,真的是太香了 伴随着水中戏呢 就可以闻到一股冷意的清香味 闻着简直要流口水啦 下面呢,咱们可以借助一个筷子 然后呢,给它搓一下 如果苹果很轻松的被我们搓透的话 那么就证明这样的苹果已经蒸的更加的美味啦 那这时候呢,就不要再继续蒸啦 这软烂适中呢,是刚刚好 如果时间过于太长或者过短的话呢 都会直接影响口感 香太美味啦 苹果这种作法呢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遇到过 更别说是输过了吧 如果您家里要是有老人或者小孩子 不喜欢或者吃不动的苹果呢 您可以试试这种作法 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简单哦 不要小看这样子苹果蒸一装 感觉特别的简单 可是作用呢,一点都不简单哦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动手自己在家试一下吧 真的是太香啦 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小数量的视频呢 想起来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帮我点个赞再加个关注 换了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